在这个VGG里,一会儿咱们还要写很多东西 所以说,还是老套路,咱们先把这些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先导进来 Import TensorFlow STF 还有这个numpay,先把它这些常规东西都写进来 numpay还有那个screepy Import一下 通过SCI 稍多写了一个R 我把它的一个IO模块导进来,一会儿要读东西 还有呢,咱们如果说debug 可能会用到这个pdb 那么下面咱们就要把这个VGG里边 它的一些,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预处理模块写出来 这个预处理模块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要,人家不是之前先训练好这个VGG吗 但是人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说 先对图像进行了一个减均值的操作 那么我想在人家的基础上 对我的图像也进入这样的训练 是不是说我要把我的图像预处理的方法跟人家一样了 所以说我第一步是先把这样一个均值 这个值给它拿出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min的一个pixel pxel 这个值因为是Imaginate 它是自己算出来的 并不是我瞎给的 就是咱们直接按照它给定的一个均值 RGB通道上的一个各个均值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第一个是这个 不要问我这些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就是说它们是原始的一个训练 这个VGG模型训练了几千万张图像 那么这几千万张图像 它的一个就是在每个通道上的一个均值 怎么得出来的就是这些值 我们直接把这些值拿出来就好了 这个值并不是我自己给定的 而是这个官方它自己给定的 939 然后咱们现在有了一个min的pixel 有了min的pixel之后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很简单 就是ProProcessor ProCESS 这个函数里 我们需要把这个img imagine传进来 把图像传进来之后 我们直接就是return一下 然后我直接就让这个图像去剪掉这个均值不就可以了吗 剪掉咱们的一个min pixel 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图像卷均值的操作 也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预处理的一个操作 完成了这样一个预处理操作之后 我们继续来往下去写 下面我们要写的就是一个vgg的一个.net了 这个net它就等于一个vgg的一个.net 然后在这个.net里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vgg的模型读进来吧 所以说上面我们看有一个参数叫做一个vggPath 把vgg这个path给它读进来 path读进来之后 我们还需要传进来的 就是咱们刚才梳理好的这个styleimagine的一个 就是预处理完的一个图像 然后在vgg的模型里 我需要让它进行跑一遍 就是说或者说进行一个迭代操作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写这个vgg的一个模型 在这里我还是先写上这个vgg的这个函数 define一下这个net define一下这个net里 net里面传来的就是有一个咱们的一个vgg的一个path是等于多少 然后还有一个输入就是咱们的一个input imagine 还有一个input的一个imagine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要对这两个东西进行一个处理了 首先我要指定这样一个layers 就是咱们vgg模型 它是有很多个层 我需要先把这个层给它指定好 这个层我就不 我就不说东西 它这个括号 这个层我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自己写需要期好长时间 咱们直接先把这个layers这个层我先复制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层 这些层其实就是vgg里面它是有一些卷积 迟化呀还有一个软路层吧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啊 其实主要专注的是一个卷积层 咱们并不是去用那个迟化层 我们先把就是它从上往下的一个结构写出来 就是这样第一个卷积啊 卷积啊软路啊 卷积啊软路等等啊 咱们先把它给它指定好 指定好这个layer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处理了 就是咱们的一个data data就是咱们用那个script scipy 用这个script的一个io模块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的一个vgg模型是什么结尾的 它是一个imagineNet-vgg-verydeep-19 然后注意点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一个.mat文件吧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mat文件 我们需要用这个script它的一个io模块 然后io模块呢它有一个load.mat的一个函数 我们用这个load.mat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啊给它读进来啊 我们不并不是需要三个参数 只需要把它的一个datapath就是这样一个训练好的一个.mat文件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系列参数都拿出来了 比如说在这个.mat文件里啊 它存了一个东西叫做一个min 然后呢它就像一个字典结构的 这里呢就是一个normaliz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读进来 n-r-m-a-l-i-z-a-t-i-o-n 然后呢它的一个位置啊 它是一个我想想它是三个零的 这个等咱们一会用到的时候啊 咱们再说啊 现在可以把min拿出来 然后呢还有这样一个 还有这样一个min值拿出来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去算它的一个min的一个pixel吧 就是我们再得出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min的pxel min的pixel啊 就等于我们用nampa去求一下这个min值嘛 不就三个值嘛 我们把这个min给它传进来啊 不用这么多参数 min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指定它的一个维度啊 hs 这个维度啊 就是等于是01的 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是等于01啊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它内部存储好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这个关于文档上 它就这么介绍的啊 所以说咱们就这么去取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咱们的一个核心 其实还是要取这个vice吧 就是咱们的一个权重项 这个权重项呢 就等于data里边 data里边有这样一个 嗯 有它的一个layers 咱们在layers里边 可以把所有的权重先给它拿出来 我是先把这样所有的权重啊 都给它拿出来 都给拿出来之后呢 咱们一会用的时候啊 再进行一个分吧 然后我也可以指定这样一个net了 就是先定义好这样一个网络 然后再写上一个current current就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输入 就是咱们的这个input imagine input imagine有的时候啊 我们是不是说 现在我想得到的是它的一个特征图啊 或者说它的一个就是前向传播的一个结果啊 所以说我们看现在是不是有这么多层啊 然后对于 然后对于咱们的一个style transfer来说啊 我们需要对这个style 我们找很多个层里边的一个特征图吧 所以说在这块呢 我需要写这样一个full循环 就是fulli 然后name吧 fulli name in immunate rate 咱们来进行一个迭代 然后呢 把这个layers啊 给它传进来啊 就是刚才先哪啊 这个layers 现在咱们不是有这么多层吗 那我现在好 我进行一个迭代 我把这个lasers啊 给它传进来 如果说啊 咱们的一个 我先这么写吧 就是一个 先让这个一个看的 它是等于看的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终于观察一下 嗯 就是说在这里啊 其实我们关注的什么 我们关注的是 它的前四个字母吧 因为前四个字母就能知道 这个层 它是转路层 还是这个层是cover层 还是这个层是pooling层吧 所以说我让这个看的 它现在就是等于当前的一个name 我们来找它的一个name 然后呢 我让它是等于前四个 不就可以了吗 0123 就说明当前这个层啊 是执行了一种什么样的操作 然后呢 如果说当前这个层啊 它是一个看的层 看的不是看的层 就是说当前这个层的名字啊 它是等于convert的 如果说前四个字母 等于convert的时候啊 我需要先把它的一个 嗯就是 它的wb和w和b给它拿出来吧 就是对于这个vg来说 或者对于转接神经网来说啊 它的w不就是这样一个knows吗 然后b呢 就是它的一个片质像bias 我们先把这个knows和bias给它拿出来 它就是等于base里边 它是在 哎呦 我这会往前一点 它在base里边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是di个层吧 所以说是这块写个i 然后呢 后面啊我们只需要都写上0就可以了 这个啊就是这个.mat文件啊 它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读取的方式 它是这么指定的 所以说我也就是这么去用了 咱们是用四个0来去把这样的东西啊 给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点啊 就是说 对于一个.mat的一个文件来说啊 它是 它是先是wh 然后再是in channel 然后再是out channel 然后呢 对于tensorflow来说啊 它是先h 再w 然后再in channel 再out channel 所以说呢 如果说啊大家咱们要用tensorflow 去做这事的时候啊 我们还需要做个东西啊 它的一个h和w是 调换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变换一下 我们用这个numpan 它的一个transpose 把它稍微进行变换 把kernus进行一个变换 我们就让啊前两个围 前两个围就变一下就行了啊 原来是wh 现在我给它变成hw 所以说它是一个10 然后后面23啊 照落下来就表示着h啊 0和1啊 调换一下 它的h和w先变换一下 这样呢咱们就得到了这个kernus 也就是咱们的w参数 然后啊还有这样一个bios 这个bios啊 我就直接给它reshape成一个 就是对于bios啊 我们直接可以给它reshape成一个 就是一尾的就可以了 这个bios 它就等于这个bios 然后直接给它reshape一下 然后啊写个-1就可以了 这样呢咱们就拿到了这个w 还有这个b 然后呢有w和b了之后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 还有一个输入的一个 就是输入的一个图啊 然后我们还要让这个输入的一个分割图 然后经过这个w和这个b吧 进行一个组合吧 所以说啊我对这个current 让它现在就去等于一下 我们一会呢会写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卷积层 我们该怎么样去计算啊 convert layer 让它在这个convert layer里吧 计算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样一个content啊 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以及咱们的一个kernus 还有这样一个b给它传进来 再把b给它传进来 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去啊 现在咱们该去写这个convert的一个操作了 好 好 好